爱情公寓这部剧到今天为止已经十年了 人生又有多少个十年呢 剧中的很多角色我都很喜欢 这部剧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租房子 跟一群朋友嬉戏打闹 跟大学同学毕业后依然在同意屋檐下嬉笑怒骂 纵观主角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 每个人走的演绎道路不尽相同 当然有些人甚至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今天就盘点一下那些人那些事 男主之一的岑小贤由陈克饰演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岑小贤 敏感专一 尤其爱管闲事 一档凌晨深夜电台节目 你的月亮我的心 被爱情公寓的人称为罪见的男人 陈克也从爱情公寓之后 接连参加综艺节目 身价也是水涨船高 现如今已经是超级奶爸 微博频繁晒娃 已经成了女儿奴依梅 孙宇周饰演的花花公子女子 巧是一位情场高手 而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位宠妻狂魔 低的儿专一 孙宇周和妻子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的同班同学 从大一开始谈恋爱 真是羡慕死了 现在也是一名幸福的奶爸了 王传君现在可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不愿意向娱乐圈的潜规则低头 通过我不是要是复获更多粉丝 跻身到一线明星行列 身价大幅提升 非常耿直不作作 而王传君也在17年首次公开恋情 与李莫汉和赵秀恩爱 爱情公寓成员齐齐送出祝福 非常幸福 雅思男神张伟的扮演者李嘉航虽然不是主演 但因其高潮的演技 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逗比的一面 印象深刻 但现实生活中的李嘉航并不是那么逗 而是很专一 现在也收获了爱情 您有事还书个个中的小样子 李嘉航李胜在微博晒出根宝宝的合照 出为人父的李嘉航更是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非常幸福的一家 在爱二大结局的那一集中 主持权是百万富翁的高凌峰 大家还记得吗 他虽然是客串角色 但用的却是真名 很多人不认识他 大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有人知道吧 高凌峰就是原唱